為什麼 如果教小孩呢 是現在父母最頭痛的問題 但是老闆上跟我們講 我們要以古德為師 我們要以聖賢為師 現在的老師不好找 那你找誰呢 你找祖師 那像我來找 我都找什麼 我都找英光大師 我一開始去出書的時候呢 我就是到餐廳去 拿到的第一本書就《英光大師文操金華盧》 那麼英光大師對這一段特別有一段開示 我覺得英光大師講得非常的好 以周法律童子是 就是英光大師寫一篇文章 給這個叫周法律這位童子 童子就是一個小菩薩 英光大師怎麼說 我把前文念一遍 人之一生成敗 皆在年六死栽培以陰形所知 如以成同 遺知好歹 萬不可學石派 當學校 學地 學忠後誠實 英光大師跟他講說 人的一生的成敗呢 其實在年小的時候就已經要靠這樣的栽培了 你年小的時候能夠栽培好 以後就會好 如果年小的時候你陰形苟且 那長大就不行了 他就跟他講說 你已經長大了 你應該知道好歹了 你不可以學石派 我們現在講追新竹 很多人現在喔 比如說像大陸有曾經去賣一個繩 他只要想多一個什麼 想去買一個iPhone手機 這叫做學石派 那個韓國跟日本的遠心來啊 齁 在機場又哭又爆又鬧啊 他父母的生日啊 這個家裡的事情啊 他一個都不做 就是要學石派啊 反正時髮的東西他就是要 就跟父母要解 甚至有些報紙的燈啊 甚至要去買這些時髦的東西呢 用棍子打父母 甚至殺害父母 殺害祖母 都有啊 這個在台灣都發生過了 所以英光大師說呢 不可以學那個石派 要學什麼 要學笑 要學剃 要學忠厚誠實 接下來英光大師又說了 當此青年精力強壯 以努力讀師 緩過讀之詩 當思其書所說之事 是要人照此而行 不是讀了就算數了 那這一段就很重要了 他說年紀輕啊 記憶力特別好 你要努力讀書 不一定到人家玩外面的 玩遊戲機 我常常到 到那個賣場期啊 我也是看兩個小朋友啊 長得很可愛 小小的 在那邊我不曉得在玩什麼 出去一起看啊 就玩那個iPad iPad就是那個平板電腦 後來我再問他 他在玩什麼 他在玩遊戲 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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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在買東西 他在玩遊戲 現在的父母都脫懶了 反正他不吵就好了 你就竟然玩啊 結果沒想到他所灌輸進氣的 都是那種惡的那種習技種子啊 那癌癌也是那種種種種的這些東西啊 他在錯誤的教育 像我一個年有 他就教了兒子被文昌帝經印字文 被太上感應篇 所以他的兒子才國莊 聽我講這個太上感應篇會篇啊 因為我在感應篇會篇裡面 會提到六指大師跟金剛經嘛 然後他就問他母親說 黃警官這個故事我很喜歡聽 可是他講那個六指大師我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你看看 他就起化他的善根了 他把他扎下他那個做人的基礎 就是文昌帝經印字文 太上感應篇了 他善的力量就會出來 所以英光大師說 你努力讀書 讀過的書呢 要講裡面講的意義是什麼 就書其詩所說之事啊 是要照此而行 你要照這樣去做 不是讀了以後就算了 這陳大輝老師說的 弟子規不是拿來背的 是拿來做的 是這個意思啊 你要真正做到的 那才才是 這個讀佛書嘛 如果你用背的 那這個你做不到 那讀書書嘛 老和尚就佛呆子嘛 是這個意思啊 英光大師就說了 書中所受或不亦領會 而英字文感應篇等皆直收 這一段做父母的好好去學這一段了 英光大師說 書中所講的也許你不見得看得懂 但是英字文跟感應篇內 你可以直說 就跟他講那個道理 我剛剛不是講嗎 中法德意故事 英字文的動畫片 卡通片 你給孩子看嘛 他裡面淺顯 他會用 比較淺顯易懂的旁白 把他講出來嘛 那這些道理他懂了 他就知道他這個故事在講什麼嘛 他就可以常讀常書 他在常讀的時候 他在看這個影片 再印證到現實故事 他就會悔過 就會改過千山 所以我常跟我們弟子貴老師說 你要讀以後還要給他看影片 還要講現在不對的事情 讓小朋友去反思去還行 他以後做錯事不用打不用罵 他知道他自己錯了 他一輩子受用不盡 一輩子受用不盡 英光大師又說了 他說你要有空的時候 叫他練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聖號 這一點我就倒是有做到 我小兒子小女兒在小時候 所以我就等於這半強迫了 那一天給我練時稱的 早晚的觀世音菩薩聖號 你要給我背大悲咒一遍 練一遍 還有波羅心經一遍 所以我小女生特別會讀書 記憶力特別好 因為她三歲的時候 她有時候 因為我要叫她練給我聽嘛 那她就早上去上課的時候 她有時候在坐車 她在上課就練波羅心經 還有大悲咒 我那天在整理我的書房的東西的時候 我寫給我女兒那個 早晃起來要讀心經幾遍 大悲咒幾遍 觀世音菩薩幾遍 佛號幾遍 那個字我小時候寫給她的 現在都還在 就是我有做到這一點 還好是我有一點善根 就是讓她練阿彌陀佛 練觀世音菩薩聖號 小孩子問那麼多問題 你說你練了就好了 練了功課就會進步 會長得白白胖胖 長高長大 會聰明有智慧 你不要管那麼多 以後再跟她講往生極度的事情 你跟她講她現在聽不懂 練阿彌陀佛聖號幾觀世音菩薩聖號 我常常就會告訴父母說 我們現在不是有印那個 地上菩薩的金卡嗎 我說你給小朋友戴嘛 小朋友就會練地上菩薩聖號 她出路你再想說 她說爸爸帶這個幹什麼 比較不會碰到壞人 坐車過馬路平安 那當然她要平安啊 對不對 她要吉祥啊 你說這樣不會碰到壞人 都會碰到好朋友 是真的啊 我跟你講你喜歡吃素的 喜歡親近佛法的 她在那個同學裡面啊 她就通通是親近那個比較善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百慧小菩薩 她的同學通通是跟她親近的 都是喜歡善法 然後就會受她影響 她只要吃素他們跟著她吃素 她現在從小就去安慰同學 比如說她有個同學 她是國中歐年級嘛 她有一個同學呢 她的爸爸是脾氣很暴躁 是娶那個越南的女子呢 我們講的就是 就是等於異國的婚姻嘛 所以她那個女同學呢 就常常看她爸爸打她媽媽 她媽媽是越南嫁過來的 那那女兒就很怕她爸爸打她 然後這個百慧呢 我又是去她祖母她阿嬤給我李托華 我說那百慧呢 她說百慧去照顧她同學啦 我說去幹什麼 她說晚上陪睡 因為她怕她爸爸打她 我說那百慧去她爸爸就不打嗎 她說很奇怪 百慧只要一到她爸爸就不發脾氣了 百慧有德啊 可以享誤她的暴躁啊 我就跟百慧說你好好努力 所以我們就鼓勵她說你不要擔心學會 他們家裡窮嘛 那這個繳不出學會嘛 我說你學會不要擔心 只要校長的講堂存在一天 我保證你練到博士 我就給你培養到博士 你不用擔心 所以她有一次寫作文 她說我最懷念的一個老師 她說黃老師就是我啦 其實我是看到她的孝順 我是看到她的孝順 我就很喜歡她的這個孝心 我就鼓勵她說你好好讀書 所以她說我們弟子歸的小老師 她也練關心菩薩聖號 所以英光大師說 你要鼓勵她練阿彌陀佛 關心菩薩聖號 以其消除她的業障 雖然是父母生的 她有共業跟別業 共業就是跟父母的業障共業 別業就是她過進她自己的業障 她可以消除她的業障 增長她的付費 不要以為這樣很辛苦 你不要等到她出訴情 我看她報紙有時候燈 尤其是這種暑假或是夏天 兒子女兒跟人家出去發生錯誤摔死了 或者出去游泳溺死了 或者去海邊去踏那個浪板 做那個坡城 溺死在海中 父母在那邊呼天搶地 那都來不及了 你為什麼不照英光大師這樣做呢 你找路消除她的業障 業障一定可以消的 我們講說本局本有無名本空 你為什麼不聽聖賢的話呢 老頭上講不聽老人年 那吃虧在眼前 那英光大師說不要以為這樣很辛苦 他說古德雲少壯不努力 老大圖喪悲 他說這個時候光 這個年輕學習力特別強 這個光一錯過 他說以後縱使要努力也很難成就